美俄退出中导条约,国际军控体系受导挑战。 美国国务院2月宣布暂停履行1987年签署的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,中导条约义务。 俄方随即宣布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义务。 8月2日,美国与俄罗斯先后宣布中导条约失效。 美国8月18日,即施是一枚陆基导弹。 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美方退出中导条约续毛已久。 中导条约规定美俄两国不得保久,生产或试验射程, 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、弹道导弹及其发射装置。 中导条约失效意味着,这项军控条约正式作废, 从冷战后期开始形成的国际军控体系受到严重挑战。 美中贸易战仍在继续。 2月,特朗普推迟对中国商品征收新一轮关税, 以使谈判人员有时间达成协议。 他在5月得出结论,谈判没有进展,并施加了新一轮关税。 6月,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, 在20国集团峰会上达成协议,以推进贸易谈判。 然而,8月,特朗普宣布将从9月1日起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。 12天后,他改变了立场,表示将把这些关税的一半推迟至12月15日。 8月23日,中国宣布对价值75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。 谈判人员继续开会,并于10月11日,就第一阶段交易达成了暂定协议。 但是,又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制定出细节, 该协议未能解决这两个经济大国之间的主要分歧。 埃塞航空客机坠毁157人遇难,波音737 MAX客机全球停飞。 3月10日,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 MAX客机在亚迪斯亚被扒起飞后坠毁,导致157人遇难。 这是继2018年10月,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客机坠毁造成189人遇难后,波音737 MAX客机再次发生重大空难。 空难引发全球停飞波音737 MAX系列客机。 许多国家批评美国联邦航空局长期把客机试航任任业务外包,给飞机制造商或第三方机构,属于监管失职行为。 美国联邦航空局随后收回为波音737 MAX系列客机颁发的试航证书。 波音公司宣布,从2020年1月起,无限期暂停737 MAX飞机的生产。 公司首席执行官被迫辞职。 巴黎圣母院被大火严重损毁,如何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再成焦点。 4月15日,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,乘坐建筑损毁严重,引发国际社会对如何保存、维护和修缮世界文化遗产的关注。 中法双方11月,在北京,就中国专家,参与巴黎圣母院修复工作签署合作文件。 2019年7月,在阿塞拜疆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来, 在致辞中表示,巴西伯物馆和巴黎圣母院火灾,仍历历在目, 各地区间应加强合作和对话,保护全人类共同的遗产。 人类拍到首张黑洞照片,验证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预言。 4月10日,包括中国在内,全球多地天文学家同步公布首张黑洞照片。 世间世界望远镜,EHT项目,由全球200多名科研人员参与,历时十余年。 最终,从四大洲八个观测点,首次捕获,到黑洞直接视觉证据。 该图像揭示了是女座星系团中超大质量星系M87中心的黑洞。 该黑洞距离地球5500万光年,质量约为太阳的65亿倍。 黑洞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预言的一种体积,极小而质量极大的天体, 其引力大到,人光线都无法逃逸, 因此,人类一直无法直接观测到它。 技术的突破,全球科学家的合作等,让人类最终打开了观测黑洞的全新窗口。 朝鲜美国和谈判 唐纳德·特朗普、Donald Trump于6月30日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踏足朝鲜的现任美国总统,创造了历史。 四个月后,特朗普和金正恩在河内见面,在非军事区举行的会议。 两次会议均未取得太大进展。 波斯湾的紧张局势 美国和伊朗不断有摩擦。 6月6日,胡锡叛军在野门击落了一架美国无人机。 两周后,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国无人机,称该无人机侵犯了伊朗领空。 7月18日,一艘美国海军舰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摧毁了一条伊朗无人驾驶飞机,该无人机进入了该船1000码范围内。 亚马逊热带雨林大火 2019年,亚马逊森林火灾贫乏,其中,巴西、秘鲁与玻利维亚交界处的亚马逊地区为火灾重灾区,其中位于巴西的朗多尼亚州、马托格罗索州和亚马逊州以及玻利维亚境内。 截至当地时间2019年8月24日的数据,火火面积已超过80万公顷了。 叙利亚政府军控制85%国土,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呈现新态势。 10月22日,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德多安举行会谈,就叙利亚局势达成量解备忘录。 双方就在土序边界序方一侧30公里内,设立安全区达成共识。 叙利亚政府军进入叙利亚北部多个地区,控制了85%国土面积。 10月30日,由叙利亚政府、反对派等组成的叙利亚宪法委员会,在日内瓦启动,旨在通过宪法改革,推动政治和解禁程。 叙利亚局势变化折射出俄罗斯、美国、土耳其、伊朗等中方决力态势,俄罗斯主导地位得到巩固。 与此同时,美国加大对伊朗极限施压,伊核问题在线僵局。 美国结束了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支持。 10月7日,在与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通话后,特朗普宣布,美国特种部队从叙利亚北部撤离。 两天后,土耳其入侵叙利亚,英国脱欧进程一波三折,欧洲一体化进程,面临巨大冲击。